不一会儿 皮定军的参谋回来了 他两手空空 冲着军长一乐 军长 你的靴子回不来了 皮定军听后也乐了 张陶芳一发不可收拾 每次出战军有斩获 很快就突破了 尖敌百人大关 这新来的敌人 他好打 越往后啊 就越不好打了 他被打疼了 当然也就长气息 真的没发现 这里的地包里还这么舒服 那外面也太可怕了 向你保佑 对面的是圣 不要对我感兴趣了 美国记者曾这样描述 活在志愿军狙击手 恐怖阴影下的士兵 换班时的情形 联军兄弟扑扑在地 爬向他们的阵地 而后背时时 透出股凉气 他们在胸口画着十字 期望上帝保佑他们 平安地爬进地堡 真是吃尽了苦头 在很多男孩子的眼里 狙击手抠动扳机的那一刻 帅气的是一堂 可狙击手真实的生活 并没有那么炫苦 为了狙杀一个目标 他们可能要潜伏一天一夜 不吃不喝 更要命的是 对方的狙击手 还随时惦记着您的笑面 同行是冤家 狙击手也不例外 战场上对付狙击手 最好的办法还是狙击手 正当张陶芳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娇人的战绩 大方一彩的时候 危险却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他被盯上了 这一天 张陶芳像往常一样 向四号狙击台走去 突然头顶恰的一声 感觉有颗子弹 呼叫着飞得过去 他知道 这种声音说明 子弹是贴着头皮飞过的 突如其来的冷枪 把张陶芳惊出了一身冷汗 狙击手的直觉让他意识到 这次 见对手了 兄弟们都特别害怕 两三次说的 都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相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给我们调了一个黄牌 狙击手 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都叫他游灵 游灵和死神 谁更厉害呢 好险啊 对面也来了个打冷枪的 好吧 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 好 好 谢谢大家